一排爵士每人关在笼子里拍卖 富商则是挨个地检查他们的外观质量 得知每个只需要两元 富商直接大手一挥就全买回去了 而这些女人则全被其送给了一个刁蛮任性的公主当侍女 侍女们从此过上了提心吊胆的生活 因为公主的火气不是一般的大 梳妆时不小心扯到了她的一根头发 侍女当即就挨了一巴掌 接着又被按在床上 让侍卫使劲抽她搅拌心掌掌教训 好在公主很快就嚣张不起来了 她即将被国王送到遥远的国家和亲 但是此时公主正在悄悄地与敌对国家的王子埃尔谈恋爱 虽然公主在国王的面前多次表达过自己不想嫁给不认识的王子 但是国王却是十分的坚持 要让公主为两国的联盟做出贡献 见此公主的心里也是渐渐萌生了讨婚的想法 而埃尔王子也在这时表示她今晚就要接应公主 二人一起私奔 公主为了追寻爱情 二话不说的就答应了 与此同时 城堡里也有着一个胸怀大致的理发师 虽然她现在只能基本维持生活的温饱 但是哈吉一直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 然后过上富裕的生活 这天外出时 哈吉在路边遇见了一个受伤的伤人 听闻骑士被女人所伤 哈吉更是十分好奇地蹲在一旁吃起了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一个骑士也来到了此地 他大声呵斥着哈吉赶快离开这里 待会儿他要在这里得到一个珍贵的宝贝 哈尼听到这更加的好奇了 他也想看看宝贝是什么样子的 然而骑士见其没有离开的意思 拔出剑就要给他一点教训 然而这骑士多半还是个实习生 三两下就被哈吉给按倒了 接着哈吉就拿走了骑士身上所有的金钱 打算回家好好享用一顿大餐食 竟无意间拿到了骑士手上的戒指 原来骑士就是爱尔王子派来接应公主的人 与此同时 公主也是女扮男装来到了约定的地点 而戴着那枚戒指的哈吉 就这么被他误认为了爱尔的人 哈吉也是一眼发现了公主手上鸽子单那么大的戒指 他以为这就是骑士口中所说的无价之宝 而公主在看见哈吉这前迷斑的眼神后 也是感觉到了不对 他转身上马久欲离开 然而哈吉的一个口哨 马竟然又拖着公主原路返回了 在二人拉扯之间 哈吉也才终于发现了眼前的人竟然是个女儿身 这娇嫩的肌腹与宝石般的眼眸 更是让其心动不已 原来这才是骑士口中所讲的宝贝 此时国王派来的追兵也即将赶到 公主为了逃跑也不得不将自己的身份 以及逃婚的事情告诉了哈吉 最后公主更是用手上价值不菲的戒指作为报仇 成功的让哈吉答应了帮其逃跑 于是两人就骑着马在沙漠里穿行 而公主自幼养尊厨佑 头顶的烈日与干裂的嘴唇都让他十分的难受 然而当他开始抱怨时 哈吉却是一点也不惯着他 既然选择了当落跑新娘 这么点苦难压根算不上什么 见此公主也只好乖乖的闭上了嘴 继续跟着哈吉踏上了寻找艾尔王子的路途 很快二人就在一个小镇上遇见了哈吉的朋友 他是一个商人 而他即将要去向的地方正是艾尔的国家 于是公主也扮成了男人的模样 与哈吉一起搭上了好友的顺风车 扶上让刚买来的美女为大家跳舞助性 清测小伙哈吉瞬间被俘获了芳心 而美女也是十分有眼力见的上前与其甜蜜蜜 一旁装作男人的公主 看见这幕却是有些怒火中烧 当哈吉谈起这个美女实在是游户时 她的嘴里更是冒出了酸溜溜的话语 说她也不过如此 就在二人争论时 一个商人却突然出现 她捂住公主的口鼻就打算将她带走 原来商人是国王的手下 她认出了逃婚的公主 好在哈吉及时出现就下了公主 不然她就只有乖乖回家嫁给未曾蒙面的王子了 因为身份败露 二人只得在此起航 而公主也因为哈吉这段日子尽心尽力的照顾产生了错觉 她以为哈吉对自己也有喜欢的感觉 然而哈吉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 她做这些不过是为了得到公主手上价值不菲的戒指罢了 无关爱情 公主听到这样的回答后十分的不爽 她觉得哈吉太无知了 然而哈吉对这个评价却是不以为意 她与公主立了个赌约 等她得到戒指 公主与先爱的王子在一起后 谁的选择是正确的就立件分晓 然而就在这时 国王派出的小分队赶上了 公主与哈吉都被抓住了 按照国王的命令 公主需要立刻被带去与盟国成亲 而哈吉则是到了目的地就立即处死 然而在前往盟国的路途中 队长赶时间就朝了条劲道 误打误撞就进入了土库曼的领地 这里的女人不仅十分的彪悍 就连战斗力也不弱于男子 在这些女子的面前 国王派出的士兵们压根就没有还手的力气 不久后就被打得落花流水 直到队长被杀 整个小队也是乱成了一盘散沙 纷纷选择了投降 与此同时 哈吉的富商好友也被土库曼的女王给抓了起来 在侵吞了富商的所有资产后 女王打算将她当作奴隶卖掉 至于富商买来的美女依莎 女王的本意是想让她成为土库曼的一员 但是依莎却不愿意 她请求女王将她卖给埃尔王子 然而女王与埃尔有着很深的过节 于是依莎的请求不仅被驳回了 甚至还被女王卖到了遥远的地方继续当奴隶 当轮到哈吉与公主时 哈吉没有直言自己的来意 她只是说自己是个理发师 还精通一些医术 至于公主则是她的徒弟 于是就这样 女王将她二人留在了身边 不过她看中的不是哈吉的能力 而是她帅气的外表 面对哈吉 女王也说出了土库曼的秘密 女王曾经是埃尔的奴隶 但是她不敢于命运就逃了出来 接着又和有着相同命运的女人 在一起成立了土库曼 别看女王的外表是一副女强人的模样 但是她的内心也十分渴望 有人能够关心呵护她 就在哈吉打算好好心疼一下女王时 公主的女儿身却暴露了 见此 哈吉也只好将事情一无一事地告诉了女王 然而有了上一次被骗的经历 女王现在也是半信半疑的 直到一个手下突然冒出来证实了公主的身份 这人曾经当过公主的奴隶 也在她那里遭受了不少的委屈 如今公主落到了他们的手里 女人自然是不愿意轻易放过她的 而女王也是担心哈吉会忍不住对貌美的公主动心 于是她就下令禁止让哈吉与公主见面 但是哈吉十分担心公主会遭到以前奴隶的报复 于是趁着夜色 她打算带着公主逃离这里 没想下一秒二人就被抓包了 两人被悬挂在半空中 女王得不到男人的宠爱 便打算让她与其心爱的公主一起在高温中融化 然而这时女王的手下却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公主的相好艾尔王子带着军队 劫走了他们运输奴隶的车队 女王得此消息也来不及教训眼前这对男女 带领队伍就要前去反击 但是很遗憾的是他们的实力不够 最后艾尔王子成功地制服了土库曼的所有女人 而女王也不过是曾经从她手底下逃出去的一个奴隶罢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艾尔发现女王的手上竟然带着她送给公主的戒指 而漂亮的女奴隶依莎则是趁机出来表现 将公主被困的事情告知了艾尔 与此同时 公主在烈日的暴晒下感觉自己即将撑不住了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也是终于直视了自己的内心 相比于一直追寻的艾尔王子 现在她心里更喜欢的人其实是哈吉 而哈吉也是直言在这段艰险的旅途中 她也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公主 两人若是能这样一同死去 也算是一种缘分了 然而他们并没有机会将生命结束在这里 艾尔王子的人及时感到病就吓了他们 在见到艾尔王子后 公主这才发现她与以前的模样有些不同 她竟然当着公主的面杀掉了一个叛徒 暴力血腥的场景让公主有些害怕 她本想跟着哈吉远走高飞 没想到哈吉却在这时叛变 她表示自己护送公主只是为了得到奖赏 闻此 公主的心也是拔凉拔凉的 于是她就将戒指送给了哈吉 并答应了嫁给艾尔王子 本以为二人的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竟然又派出了护卫想要杀人灭口顺便拿回戒指 好在哈吉反应迅速将这二人给反杀了 接着哈吉又将二人的尸体给扔进了艾尔的营帐里 公主也是很快得知了这件事 她的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原来哈吉并没有放弃她 这天晚上 公主意外撞见了艾尔王子与巫女在行不轨之时 这让公主彻底的对她失望了 她当即就表示自己要离开 并要求艾尔送她回家 然而艾尔并没有顺从公主 反而是直接暴露出了真面目 她一开始就是抱着墓底接近公主 只要二人联姻 她就能成为整个波斯的王 与此同时 哈吉也深感自己的身份配不上高贵的公主 没想这时国王却召见了哈吉 原来公主托人告诉了国王父亲 她现在十分后悔想要嫁给艾尔 为了两国之间的和平 国王只有派出哈吉前去拯救公主 一开始哈吉对这件事十分的没有信心 但是在国王的鼓励下 他决定置身前去营救公主 哈吉装扮成了商人来到了艾尔的国家 在这里他遇见了那个舞女伊莎 得知哈吉的目的 伊莎也是与其一拍即合 哈吉就走公主享受甜蜜生活 而伊莎则是能解决掉心头大患 独占王子 于是伊莎就按照哈吉的意思 给士兵们喝下了带有迷药的酒 而哈吉则是趁机带着公主逃跑了 然而很快就追上了二人 接着他们就撕打在了一起 最后艾尔王子不敌哈吉 年轻的生命就这么留在了荒漠之中 过时的最后 哈吉顺利的迎娶了公主 剔头将摇身一变就成为了万人敬仰的英雄